你从这个观点来看 你很难鼓励说乡下人 他可能花一张车票 比那个国号费还贵 从这个点上去看的话 也许那个国号费 对都会人口来说 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对郊区人口来说 看起来现在还算好 并不是非常离谱的价格 其实你看 南部很多价格 看起来几乎都要零 五十块 这还是对一般 有基层民众 还是很好的照顾的 是 但是民众都喜欢到大医院 吴医师 你也接过民众跟你说 这个国号费 为什么你们中山 就是这么高 不会 中山这三百块已经很久了 他就是这样 他也没有说 你一定要来看 我们旁边很多仁爱 这个国胎 很多医院 他就是要来 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其实我反而 希望说病人少一点 他有问过我说 你有没有在哪里看 我跟他讲的地方 我那一次可能都要两千块 那他就 我个人 反而会把他从高的 把他弄到低的地方 去看 因为我看那个 他的经济状况 有钱人当然多说没有关系 但是这种穷的 我们一定要让他病治好 我病人里面我会看 这个怎么从 依然来 因为我一个礼拜 我在罗东波埃 看一次诊 我就把他转回去 我就不让他这样跑 所以这个是其实 医生啊 我们在看的时候 都会很注意啊 是所以你的病人才会这么忠心的跟着你 因为你为他们设想很多 这个 其实这个医生就是 我们这个行业啊 刚刚全先生讲的 我们没有拒绝病人的权利啊 他要来看你 就是一个缘分嘛 你知道我是屏东人 屏东这个以前的一个老县长 张峰旭他的爸爸 叫张三中是一个医生啊 他看病人 要从很远的地方走来 他家门口有那个水啊 很多病人 他就喝了那个水 就不要看医生多好啊 所以这个是一种缘分 一种信赖 然后目前你就是一个医生 这些我们从这个专业来看 一定要好好学 很专业 很短的时间判断病情 解决病人的困难 然后同理心 这个同理心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我爸爸 这个是我孩子 我是不是要开刀 是不是这样处理 这个最重要 好 那我们怎么让这么多的 就好医生越来越多 我们稍后节目 我们再继续来探讨 这件事情如果牵扯到 就是医生也牵扯进来的话 其实我们感觉会很不好 感觉好像脚签 不知道到底给谁了 意识形态时装秀倒数 上保罗高提耶 有时尚玩童之称的他 总以前卫大胆的设计 挑战女性的身体曲线 让我们跟着镜头到伸展台后 一窥大师登台前的36小时 6月6日周日下午4点 时装秀倒数 上保罗高提耶 公式假日电影院全国巡回热映中 6月5号在云林故事馆 米食文化会保住一个国家农业的根 保住农业它保住土跟水 6月13号及6月20号 在新竹影博馆举办应后座谈会 参加活动还可以获得公式环保贷等赠品 不要错过 这是来不及喔 我梦想要怎样 详情请上公式网站 磕磕02 2633 2000 转酒 下面摆上牛肉 撒上葱花 一碗美味的牛肉面就完成了 您注意到了吗 主厨可是一位18岁的少年喔 看似平凡的面馆 却是由一群15到18岁的落实少年 担任厨师跟服务生 他们切菜 下厨 招待客人 每个细节都不马虎 我们就是因为看到大概每年有三万的孩子 他其实是有就业的需求的 但是呢却常常在职场上面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就业 透过我们社工的辅导 然后培训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工作的态度 来这边工作比较快乐 Power 200克 坚持 100克 挫折 30克 从工作中学习坚持 克服挫折 这些逆风少年用一碗碗Power面 走出自己的Power人生 好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在最后剩下短短几分钟 我想要请王主任做个结论 到底就是 当然我们都 就是承认名医 他有他的一个存在的必要 但是我们怎么让台湾的名医 或者好医师更多呢 其实我同意刚才 吴医师讲了一个重点就是 一个好的医生必须要有很好的专业素养 你有专业素养 人格的特质就会凸显出来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在医学教育里面 刚才西华讲到的 医学伦理上面教育很重要 伦理的教育给人格教育的基本的构成 可以让专业的知识发挥到最大的效能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刚才提到说 第一个要亲切 第二个要相述病情 这个是一个临床医师基本应该有的态度 但是它只基于一个专业的能力 没有那个专业的能力 就算有很好的态度 不能解决病人问题 也不能成为一个良医 这对病人都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医学生 好好去想想说 我们在人格养成当中 医疗行业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 它可以维持你很好的经济生活 跟基本的生活品质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走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对负责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物品 物品坏了你可以丢掉 你可以重修 人坏了 人命丢了 通常就不能重来 是那吴医师 您怎么建议 我想这个医学教育是最重要 从这个美国的话 它是让这些学艺的人 现在社会上 它学了一个主要的这个 在大学里面 然后在学术后医学系 它整个人格会比较成熟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医学教育 然后目前这种 我们制度之下 是不是有某种导向 让这些医学生 会选择比较利方面去走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担心的一件事情 特别现在这个从媒体上 很抱歉 很多都是鼓励 出风头赚钱 这个很多可以报道的 很社会上公益的 很美好的事情 很辛苦很努力的事情 应该多鼓励 我想这个社会 越和谐 这种良意会越多 是 谢华 对 两位医师提的 都是我们的这个新生 我都非常同意 那这样这个医学生的教育 其实很重要 它要扎根的 其实我蛮赞成 我个人蛮赞成 学士后的这个医学 就好像人格比较成熟之后 他才能知道 他洗衣的目的是什么 那当然我也要鼓励病人 每一个病人 都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好 就是说 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我们要负责任的 我们要准备好 我们要跟医生说 我们哪里不舒服 我们很诚实地告诉他 我们曾经去哪里看病 我们哪吃过什么样的药 那并且好好地跟医生商量 就是说我们也 要选择一个医师 好好去建立关系 像医生也不愿意 病人一直地换医生 所以假如说这个医师 你觉得他还蛮亲切的 他人也不错 我们也鼓励病人 尝试花一点时间 跟医师建立关系 才是对的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 希望有一个良意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 优质的病人 你要求医生是个优质的医生 你自己是不是优质的病人 当然怎么当优质的病人 刚刚西华有提到 那我要强调说 你自己要先尊重自己的健康 跟尊重自己的身体 人家才会尊重你 在就医行为里头 只有人必自重而后 人重之这句话 你自己自重了 然后医生才会看中你的身体 那你要去找医生的同时 其实你自己的态度是坚定的 医生也不会马虎 那我们最怕医生 我们最怕遇到的是医疗疏失 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没有一个 我们曾经有看过一个统计 说民医医疗疏失的 我们最怕医疗疑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最怕医疗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最怕医疗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